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 六个月之后的牙齿 就是我摘牙套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 六个月 其实我这个牙齿已经赶 我是能看得出来啊 是有一定的反弹的 这是刚矫正之前的事儿 这颗牙齿 这一颗牙齿是很平的 跟这一排它是矫正的 几乎都已经平了 像现在的话 我这个已经突出了 已经反弹了一些了 看到没有 这里已经不是那种 跟这一颗牙齿平着的了 还有这边 这边也是 其实矫正牙齿 但是我觉得吧 矫正的事儿不难 矫正真的一点都不难 很简单 就是拿一个钢枯枯 钢枯枯在那里 然后给它拧紧拧紧拧紧 就行了 医生就 医生就只干这个事情了 至少我做这个的时候 就拍了一个片子 然后就直接给我 安了一个钢丝牙套的那个东西 每个月去 把它那个挤一下 就这样换一下钢丝 最难的就是保持这个牙齿 它不反弹 我现在带的就是这个隐形 隐形透明保持器 这个保持器很废的 跟你说 我都已经换了三个了 一个去那个牙科医院去 做一个的话 就是三百块 还有贵一点的四百块 我做的是 我做的 现在这个是四百块 要厚一些 之前那个 矫正的那个医院 它送的那个是 很薄的 没带多久就已经坏了 反正很费这个 保持器的 而且这个保持器 每天天天都得带 吃饭 吃饭的时候摘下来 然后刷牙了 然后就马上就得带上去 不然你 等个一两个小时 摘的话 就会发现 带上去就 牙齿就能 很明显的感觉到 很紧了 说明那牙齿 又得开始反弹了 所以说 我感觉这个东西 不管保持器 感觉就是要终身 终身佩戴的那种 并不是说 带个两年就可以了 我觉得两年是不可能的 也可能看 每个人的牙齿的情况 我觉得我这个东西 肌肤是不可能说 要摘下来 肌肤是要终身佩戴 这种舒服 如果说不在乎 他反弹的话 也可以不带了 我好像听网上的人 他们说 如果说反弹了的话 比之前更丑 更牙齿 更那个 更坏 情况更糟糕 玩都玩了 我觉得我这个 我现在就是 每天要带很长时间 几乎就一两个小时 不带吧 带着嘴巴里面也不是很舒服 我觉得 反正我感觉我的牙齿已经反弹了 半年时间 半年 如果隔一两个小时不带的话 依旧会觉得很紧 像有些牙齿的话 它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感觉 一两个小时它就不会感觉到很紧 有些人矫正了 感觉这个跟人还是有关系的 这个东西 不是说谁都可以矫正这个东西 还好我只做了这一颗牙齿 就矫正了上面 上面的六颗牙齿 其他都没做 还好 这是明智的选择 没有去做那个全口矫正 全口矫正 我觉得做了好